他们的人生曾经名造一时 甚至有辉煌的过去 但当外敌入侵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他们却便捷投敌 卖国求荣 通谋敌国的汉奸们 如何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 他们的行径 给国家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 偷袭汪伟汉奸集团 投敌叛国的真实原因 揭秘抓捕 审判汉奸内幕 以及汉奸们的人生末路 审判大汉奸 即将播出 敬请关注 1938年10月 梅思平代表汪精卫对日和谈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重光堂蜜月 凭借其和谈先锋的功劳 他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中的 核心成员 并在汪伟政府成立后 平步青云 官制伪中央组织部部长 然而 正当梅思平得意忘形之际 他却遭到了亲生女儿的公开声讨 声名狼藉 这是为什么呢 身为伪政府的高官 梅思平不但没有讨好第一夫人陈碧君 反而屡屡与陈碧君的亲信民争暗斗 先后闹出了投机案 粮食案和烟土案的丑闻 而在纷繁的政治斗争中 梅思平又能否占据上风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审判大汉奸梅思平第二集 争权夺利 窝里斗 梅思平本是北大才子 知名教授 他曾用三年时间把自己的辖区 打造成全国模范县 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然而正当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他却对抗战前景感到悲观 转投了汪精卫 并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人秘密购合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崇光堂逆约 凭借和谈先锋的身份 梅思平在汪精卫汉奸集团中 混得风声水起 却也成为人人喊打的大汉奸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梅思平十三岁的女儿梅艾文 竟然也对她进行公开声讨 让她更加声名狼藉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9年12月15日 温州的折欧日报上 展望版放在显著的位置上 刊出了梅艾文的讲演稿 题目为 我不愿意做汉奸的女儿 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女儿登报宣言 要和父亲断绝妇女关系 声称大义灭清 要打倒汉奸爸爸 这个宣言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时她也像重磅的炸弹 让梅思平尴尬无语 声名狼藉 抗战胜利后 梅思平在南京办事处 就是军统对她审讯时 只承认自己有五个儿子 丝毫没有提及 还有一个女儿叫梅艾文 究竟这个梅艾文 是不是梅思平的女儿呢 其实梅艾文正是梅思平 和前妻马志云所生的女儿 1939年呢 当暴戒披露梅思平呢 汉奸这个面目的时候 梅艾文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了 他为自己的父亲啊 这种卖国行径啊 深感了气愤和羞愧 于是呢 在他舅舅马华的帮助下 草拟了一份呢 大义面亲的讲演稿 各地的报纸刊物 纷纷的全文转载 不少读者还给梅艾文呢 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 对他的爱国行为呢 表示赞扬和支持 梅思平并不因为 他女儿的抗日行为 使其感到羞愧 而止步于前 相反 他紧紧地追随汪精卫 在叛国投敌的道路上呢 越走越远 梅思平呢 做了汪伟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呢 和周福海一道 为汪伟政权呢 搭建了这个最初的班底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呢 汪精卫把这个人事安排大权呢 交给了周福海和梅思平 为了进一步呢 控制韦府的人事 1940年年底 周福海与梅思平 还在这个汪伟的 这个76号啊 开了这么一个会 组成了12个人的小集团 以梅思平呢 为顾问 他们明确地规定 今后呢 政府的重要人选安排 先要通过我们 采取呢 承请汪主席任命 周福海 梅思平 一派呼风唤雨啊 引起了陈碧军为首的 公管派不满 公管派呢 主要成员是 陈公伯 楚明仪 林柏生 顾宝恒 以及呢 陈碧军和他的兄弟 子子们 周福海呢 这些人呢 被称为管外派 他们的主要干将呢 是梅思平 丁墨村 罗军强等人 双方围绕着 权力和利益 明争暗斗 梅思平和周福海 垄断人事任免 影响了汪精卫夫人 陈碧军 及其亲信的利益 紧接着 梅思平又将 粮食大权抓在手里 双方矛盾 由此激化 以陈碧军为首的 公管派 攻击梅思平 涉嫌投机 企图削弱梅思平的势力 不料却把自己 牵连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汪伟政府成立以后呢 由于想当官的 这个汉奸呢 太多了 分配不过来 周福海呢 决定将这个 实业部啊 一分为二 成立了工商部 和农矿部 梅思平当时呢 担任了工商部长 和伪 粮食委员会的委员长 同年八月呢 又把这个伪工商部啊 和农矿部两部合并 成为了一个实业部 梅思平呢 做了伪实业部的部长 当时啊 产粮区啊 控制在日方手里 梅思平呢 经过交涉 日军呢 交还了吴湖和苏北 两个产品区 由委政府呢 成立粮食委员会 梅思平呢 兼任粮食委员会的委员长 这个广外派呢 既掌握了财政大权 又抓了粮食大权 就是掐住了 汪伟政府的经济命脉 引起了工广派啊 强烈的不满 于是呢 散布 粮食管理委员会啊 贪赃王法 以赐充好 老百姓啊 吃不上米啊 等等信息 后来呢 汪精卫就决定啊 干脆成立一个粮食部 彻底呢 把梅思平啊 给他挤出去了 1943年的4月 上海的中储券 每月 这个发行额啊 递增超过10个亿 导致了通过膨胀 上海南京等地呢 出现了抢购物资 囤积居齐的风潮 引起了物价的普遍的上涨 日军呢 强烈要求汪伟政府 采取严厉的措施 清查和打击商品 囤积和投机活动 但是呢 商品同机啊 和投机活动的参与者啊 很多都是汪伟集团中的 军政人要员 于是呢 引起了一场内部啊 狗咬狗的斗争 当时呢 以公管派的核心人物 为宣传部长林百生出面 借机攻击委实业部 出卖经济信息 纵容啊 奸商投机倒把 囤积居齐 汪伟的立法院 检察院 也要求进行彻查 将矛头啊 支持梅思平 汪精卫耳根子软 听信了公管派的一面之词 就说 要查出大的投机商 要枪毙两个人 于是呢 梅思平这个时候啊 是以公为首 向这个汪伟的最高国防会议啊 提案 要求明令指派 大员呢 撤查上海的投机 囤积和扰乱金融的风潮 伟行政院呢 根据伟最高国防会议的指令 派了四大要员 手持上方宝剑 前往上海啊 进行查处 果然 发现有十几家 从事这个黄金啊 棉纱布啊 股票啊 这个囤积啊 投机啊 这种大户 的确呢 有几家 与汪伟啊 江苏省省长李氏群 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几家的后台呢 这个老板呢 就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君 跟这个梅思平啊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样一来呢 使得调查人员呢 感到十分为难呢 他们不好向汪精卫据实汇报 只好呢 把这个事情啊 交给当时的 这个伟上海市长陈公伯 让他处理 陈公伯一看这个事 牵涉到陈碧君 他也不好办呢 就处理了一两个 无名的不法商人 就不了了之了 在投机案的交锋中 陈碧君等人 偷机不成十八米 可是大获全胜的梅思平 不但没有建好就收 凡以辞职向要挟 要求彻查幕后主使 汪精卫对此深感不满 那么他为什么 没有批准梅思平的辞呈 反而与梅思平上演了一场 相互下跪谢罪的闹剧呢 梅思平根本不是清正廉洁之人 他坚持要求通过 囤积居旗治罪条例的目的 又是什么 难道他就不怕引火烧身吗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审判大汉奸梅思平 第二集 争权夺利 窝里斗 这样一来 梅思平就愤愤不平了 向汪精卫要求 必须处理幕后人 否则我就辞职不干了 汪精卫在他老婆的唆使下 表示你不干那就不干吧 这个时候 周富海虽然对梅思平感到不满 因为梅思平也在培养自己的势力 对周富海也不买账 由于周富海等人 在汪伟集团当中 他们属于外来户 如果再闹内讧 那就更加势单力薄了 于是还得帮他一把 在初期委行政院的会议以后 周富海避开了陈毕军等人 请汪精卫到了小客厅 劝说汪精卫 未留梅思平 并把他的辞呈 再退回去 这个时候汪精卫脸上拉不下来 他不肯 周富海就说了 如果你批准梅思平辞职 就会助长李世群他们这一派的企业 汪精卫一听不无道理 但是为了要面子 把梅思平的辞职书 退给周富海 又打电话 让在上海的梅思平 再回到南京来 梅思平见周富海搬了个梯子 所以就下来了 回到南京以后 他还得理不饶人 在这个委国方会议上提出 囤积居旗治罪条例 要求呢 表决来通过 但是呢 就招到了公管派啊 顾宝恒等人的坚决反对 顾宝恒为什么要反对治罪条例呢 原来呢 他正指使啊 伪江苏省的粮食局的局长 在强收大米 囤积居旗 坐待涨价 此事呢 梅思平是有所耳闻的 他是有针对性的 因此呢 梅思平发言说 治罪条例如果通不过 我还是要辞职的 并挑明要揭开 不法商人 真正的后台老板 这样一来啊 就捅了马逢波了 触怒了汪精卫一伙人的利益 汪精卫就急了 说你要辞职就辞职吧 我批准了 散会以后呢 周福海陪着汪精卫到了客厅 进行劝说 这时候 梅思平也到了 跪在地上呢 是嚎啕大哭 请求辞职 汪精卫呢 是害怕得罪啊 周福海这一派 无奈之下呢 他自己也双膝跪下了 表示道歉 汪精卫还得依靠 周福海 梅思平等实力派 于是放下了身段 给梅思平呢 写了一封未留信 梅思平呢 原来就是以退为进 这么一种策略 他根本就不想 也不可能辞职 有了汪精卫的未留信 就借颇下驴 表示 从今以后我就不再辞职了 因为梅思平呢 在伪实业部长任上呢 屡屡于公管派呢 发生冲突 1943年9月份呢 就被调任到委内政部 去当部长了 但是呢 他与公管派呢 他的明争暗斗啊 并没有完 10月13日 夜幕笼罩下的徐州城 随着这个汽笛声啊 骤然地响起 夜呢 满载着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货车 徐徐驶入了徐州车站 火车刚刚停文 一个日军少校啊 接过运粮官手中的特殊搬运证 进车厢进行检查 所谓的这个特殊搬运证呢 就是粮食准运证 为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并实施的 清乡地区米粮封锁暂行办法规定 凡是清乡区内 一切粮食运到外地时 必须持有特殊的搬运证 在检查当中 日本兵啊 发现了这个 成带着这个糙米的这个下边啊 竟藏着有大量的白米 可是少尉手上的搬运证呢 明明写的是糙米 少尉当即下令 整个车厢给我扣留 并抱请了南京的日军军部 进行调查 由此呢 一起牵动日军神经的 特大粮食贪污案浮出了水面 引起了日军最高顾问部的重视 伪中央政府呢 不得不进行研办 专门成立了特别法庭 一审理该案 这个案的首范呢 是江苏省的粮食局的局长 与苏南的粮米采购办事处的处长 但是背后真正的后台 正是伪粮食部部长顾宝恒 和次长周乃文 这个1944年的3月8日呢 顾宝恒被日本宪兵逮捕了 并免职 最后呢 经过伪最高法院的审理 汪伪粮食部长顾宝恒 次长周乃文 通通被法院判处死刑 在承请汪精卫和事的时候呢 汪精卫呢 予以赦免 就每个人呢 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所得的这个巨款呢 予以没收 随着粮食贪污案的主犯 纷纷入狱 以陈毕军为首的公管派 元气大伤 然而汉奸集团内部的 争权夺利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在与公管派争夺鸦片 贩卖权力的斗争中 原本占尽优势的梅思平 最后竟然一败涂地 甚至连他一手设立的 伪禁烟总局都被撤销了 这是怎么回事 日本战败投降后 身为大汉奸的梅思平 惶惶不安 他又能否为自己找到后路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审判大汉奸梅思平 第二集 争权夺利 窝里斗 1944年的4月 一直由日方控制的 鸦片的专门机构 叫洪记善堂 在梅思平的多次交涉下 终于如愿与偿 被委内政部收回来了 梅思平在委内政部 设立了伪禁烟总局 宣布分期禁绝鸦片 表面上是个好事 其实伪政府的 许多机构的经费 都仰仗于烟税的 津贴来开支的 因此 这个鸦片公卖的权利 就成为群间们 争夺的主要对象 禁烟总局成立的时候 梅思平选定了 自己的心服一个部下 叫张俊 作为伪禁烟局的局长 但是在会计处长的人选上 这个次长袁玉泉 这个人属于公管派 他安排了自己的 一个亲姓孙某 来做处长 由于他怕这个梅思平反对 事先跟陈公博打了招呼 陈公博已经同意了 梅思平调自己的亲信 一个姓顾的顾某 走马上任 来做处长 于是在伪禁烟总局 就上演了一出真假的双包案 双方都拿着内政部发的派令 进了办公室各不相让 这个时候局长张俊就慌了 急忙打电话告诉梅思平 梅思平在电话当中 声色俱力告诫顾某 你绝不能后退 姓孙的也把这个情况 通知了次长袁玉泉 这个袁也向陈公博请示办法 陈公博为了顾全大局 就暂令袁某 让孙某重新安排 另派兴职 袁玉泉是千方百计 搜集伪禁烟总局内部了 贪污腐败的这些证据 就不断地向陈公博进行告密 当时上海共有这个土行 就大牌照 就是卖鸦片的这些 类似于公司一样的 大这个牌照是负责批发的 有52家 小牌照就属于零售的 它有200多家 由这个行业工会来管理 这个委局呢 以现期禁烟为名 把所有的这个大小土行 这些这个牌照 统统的都不算了 不算数了 要重新呢登记核发 告语烟名 你们都要登记 发给执造 注明呢 七十量 逐渐减少 以三年为期啊 来解决烟影 它采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就是它把这些权利啊 收回它自己手里 原来呢 大牌照是五十张 它现在呢 就发了大牌照 一共十五张 小牌照呢 一百二十八张 它表示呢 符合这个逐步禁决 这个原则 这样一来呢 土行的老板呢 自然不敢反对 这个委局呢 它有通知 凡是停业的土行啊 可以重新申请核准 怎么样重新申请呢 交付保证金 大牌照呢 交一百万 小牌照给五十万 这个时候呢 大大小小的 这个土行的老板呢 都纷纷交纳了保证金 谁知道呢 这十五张大牌照当中啊 其中啊 有五张已经内定了 陈公伯 梅思平 袁玉泉 林百生 和张俊五个人 一个人一张 他们交给自己的亲戚出面 来经营 一个堂堂的主席 部长 经营这些燕棍们呢 来争立 这就引起了 小土商的公分 组织了大批的请愿队伍啊 开到了这个 静烟总局的办公室 吓得这个张俊呢 从局长的这个 办公室的后窗啊 就偷偷地跳下去 就溜走了 后经过这个部下呢 怎么样来解释啊 说明啊 就说这个五张大牌照啊 是绝对不能动的 就是原有的 大牌照的五十二家 保证每个人 发给小牌照 剩下的呢 大家来抽签决定 这样的这个牌照问题 才得到解决 维京烟总局呢 按月配给土航的烟土 张俊呢 这个人呢 会动脑子 他在这个烟土的配方上啊 大做文章 配给的烟土啊 首先是分量不足 这种做法呢 自然激起了土商们的反抗 于是呢 由陈文博 林百生 原有权三个人 带头 就是他们指使这个土航老板呢 带头 组织土商们到南京请愿 当国防会议举行常会的时候 陈公伯更干脆 提出将伪敬燕总局啊 撤销 另在这个伪军事委员会的名下 设立了敬燕总监署 由陈公伯自己来兼任总监 袁一泉为副监 张俊呢 被撤职 在1945年5月的一天 伪光会议开立会 这一次呢 陈公伯呢 提出一个提案 说他任命轻信啊 这个林百生啊 出任伪安徽省的省长 没想到 梅思平就突然发难了 他就说 安徽省的省长 人人都可以做 唯有这个林百生不能做 因为呢 林百生曾经发动 伪青少年团呢 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敬燕运动 怎么又派他到 种燕的大省去当省长呢 这不是侮辱 林百生的人格吗 这一期话 居然博得在场的 这个仪会者的喝彩 搞得这个陈公伯啊 大发雷霆啊 拍案 坚持要通过这一提议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6日 伪政府呢 开会商议解散了 梅思平这个时候啊 急得如同热祸上的蚂蚁 不知如何是好 他准备去向陈公伯呢 请教办法 不料呢 陈公伯等人跑了 不见踪影 这时候啊 一位叫许耀周的人出现了 向梅思平献上一记 让梅思平啊 听了是连连点头 眉开眼笑 这个许耀周究竟是个什么人 他所现什么样的妙计 让梅思平能够转危为安 乱终取胜呢 这些问题啊 咱们明天接着说 感谢收看 再见 凭借签订卖国条约的 和谈先锋身份 梅思平在汪伟政府中 历任要职 死心塌地 跟随汪精卫卖国求荣 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 汪伟政府即将崩溃之际 大罕见梅思平 是如何为自己寻找退路的 下期节目中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将为您讲述 审判大罕见梅思平 第三集 陌路挣扎能否活命 这一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